大家好 我是Mira 剛才起床的時候 為什麼外面的溫度這麼像下雪的感覺呢 然後一看外面 真的在下雪 哇 超級雪 現在是3月了 都想不到中雪 再過多一陣子就真正的回春了 我剛剛帶了雪櫃發現 有一支牛腦還沒喝完 燕耳 它是快過期 它現在還有半支 其實我是喜歡喝牛奶的 但是我沒辦法一次過喝這麼多 可能大家都已經知道 我是不喜歡經常吃同樣的東西的人 所以我已經喝了一次牛奶 所以我就不想單純再喝一次 這個尺寸是1000ml 現在剩下500ml 所以我今天的任務 就要來用這個500ml的牛奶 去解決我今天的三餐 好 那我今天的第一個菜單 就是打算吃Pancake 昨天就買了一些塑料餅回來 這個呢 我覺得這個尺寸剛剛好 因為很多時候我買都是一大盒一公斤 然後真的吃都吃不完 好煩 真的擺到爛 所以每次買菜的時候都是心力交上 真的要在想一下究竟 我要利用這些食材去做什麼 然後買了一包黃糖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黃糖 多過白糖 其實我之前買了一包黑砂糖回來 但其實黑砂糖是健康很多的 但因為我想做東西 如果它的顏色太深色 我覺得沒那麼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黃糖回來 好 現在就要來處理士多啤梨 你看這些已經可以出水了 我稍後會切了它 現在沒問題 我可以現在切了它 之前開始炒出 Brent 火了 大火了 大火了 快要切去 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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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味可以 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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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從小吃到它 搓到它 之前用來做冰糖 吃到豪華 很好吃 超bs的 香菜 其實我下麵粉之前應該用篩篩篩篩篩 因為我沒有篩篩所以現在很多粒粒 因為我一直以為我有這些燒機 但原來我沒有 所以我覺得是時候也要買一個 幸好讓我找到這個 暫時代替也不錯 生活小智慧 跟我想像中的顏色有點同 我看到有些洞味 好 喔 吃中痕 吃中痕 雖然賣相是一般的 但是超好吃 不過因為我那些粉的份量是非常隨心地放 所以其實它的質地不太像Pancake 它像雞蛋仔 而我是非常非常喜歡吃雞蛋仔 所以我覺得超級好吃 成功了 我本身也很怕會不會太多做 幸好是剛剛好的 我覺得幸好是因為我家裡沒有Cream 如果有Cream的話我應該會吃不完這個東西 然後我現在看看Cream的話 我覺得它們的狀態真的不是太好的關係 所以逼於無奈我決定要做這個 大力醣 大力醣 拿着水 吃雞蛋 拿着 office 切夾 切待 切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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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瓶已經鮮熟了 好 那這個daiji chong就完成了 非常簡單的做法 本身糖和草莓的份量是要一比一的 但是因為我個人不喜歡加太多糖 而且因為我自己喜歡吃蜜糖多一點 我也覺得蜜糖是健康一點 所以大家剛才看到我也加了蜜糖 檸檬汁就是令它增加風味 好像可以令它保存時間長一點 然後就可以放冰箱 然後就可以用來沖飲 其實這個daiji chong是要做甜一點 因為它的作用是用來沖飲 如果你本身做的不甜 你再沖飲的時候就沒有了味道 我想說我剛剛發現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韓國有一個飾品品牌 它也算是親民的價錢 它們會不定期出一些聯繩的產品 然後我剛剛被發現 它跟小櫻出聯繩 不說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也挺喜歡百變小櫻 我從小時候 它在電視播放的時候 我剛剛小學 從小學開始已經很喜歡 雖然我家裡沒有什麼存在小櫻的物品 但我以前曾經迷到 它不是有魔法棒 然後不是有古羅卡的 我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買回家 所以這是我童年的回憶 然後其實去年 我也知道他們有出過一次聯繩 但是我完全買不到 現在我看到他們重新再出 當然要買 希望買得到 你看 是不是超美 瘋了 我一定要買這個 哇 滅出 果然 我想買的已經沒有貨了 它這個項鏈 漂亮得爆 瘦了 但是 沒有 我想買這條 Foom Jays 我想說原來是今天出的 然後已經沒有貨了 得不到的東西 才是最美好的 但有沒有覺得我的頭髮顏色不同了 變深色了 因為 我今天自己驗 但其實我不是想要這個顏色的 很明顯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那 我有拍到影片 之後大家就可以知道 其實本來我想驗什麼顏色 但這個也不是完成品 因為我會再驗一次 好 今天在家裡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要做 但我就要剪一條影片 因為這條影片是很多韓文 我就會自己剪 而且因為我自己剪片的習慣 我是喜歡一起可成的 我不喜歡分很多天去剪 因為我會覺得 感覺會消失 可能一開始你剪的時候 你會想A感覺 但是如果你再隔幾天 不行 再重新再剪的話 你的A感覺就會消失 然後你就會慢慢去一個B的方向 所以我自己就喜歡比較一次過 但是當然有些片沒有辦法 是一天可以剪完的話 都沒有辦法 但我就會儘量把他們的間隔 不會隔得太遠 但因為如果我剪片的話 時間就會過得非常快 可能一下子都沒有了六個小時 七個小時 所以我決定現在要來回覆大家的留言 我怕不記得 非常感謝大家 好像很喜歡那條 在馬來西亞運樓的那條影片 都收到很多DM話 可以跟我們介紹樓 不過呢 因為其實已經找了 媽媽已經去那裡住了 所以 很感謝各位的地產 但是暫時不需要 因為現在租了 只租了一年 所以可能下年 會搬的時候 再有需要的時候 到時候再要 擺盡大家 謝謝 馬來西亞的房子 真的超級大 馬來西亞有媽媽在 媽媽是極有潔癖的人 媽媽來香港探戶的時候 她不是幫我收拾東西 所以我們的世界是非常之互補 新加坡也很想去 正式來說是沒有 所有東西我都會看Youtube學回來的 Youtube是我的老師 我發覺自己都蠻喜歡看半個小時的影片 所以我覺得可能以後 這一類型的daily vlog 都會拍三十分鐘 二十至三十分鐘 真實的Mira 對 這就是真實的我 為什麼只風南韓 唉 想怎樣 四年前開始看我 多謝你呀 因為我家圓關的位置 是擺滿很多鞋 所以大家 很多朋友來都說 這裡是GAS HOUSE 所以任何人 看到我家圓關的話 一定不會覺得我是自己一個人住 Juny 我很喜歡Juny 大家要去看她的影片 香港現在100分鐘 香港現在是韓國 3月4日基準已經有五千幾個進行檢查的二萬八 這個數字是全國 但是大部分的確診者 都是在慶北和大優這個地方的 簡潔師 是香港人 不是辛斯亞 辛斯亞是我經紀人 這兩個地方都深受殺的毒 所以都很小心 對 雖然是很多年前的事 但是我還是很記得 一直說要洗手洗手洗手 然後1比99的漂白水來擦東西什麼的 那個印象很深刻 香港現在過了100 100宗的確診人數 真的是因為香港人自己做得很好 防疫的意識很高 然後衛生的觀念也很好 就是靠自己啦 我覺得香港人是 台灣人也是 可是台灣的政府我覺得很好 CLS 因為我懶了 政府部門今天開始服工 咦? 等我看看 我需要一個部門的工作 沒有 其實我用刀是很... 不是不安全的 我自己切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很小心的 我是沒有試過 即touchwood我沒有試過 用刀的時候 弄損手 這麼多年也是 潤筒啊 大家是不是很喜歡我的剪接師 或一天有機會的話 先找他出鏡子 前來我要看到他 因為我跟他都很久沒見面了 太深了 看他還沒熟 熟到他就會比較容易拿出來 半個月沒出門 我發現原來很多朋友 都有很長時間沒出門了 HOME OFFICE了一個月 肥死 如果我保持看個人的話 我就喜歡訂閱 那就不會錯過任何一件事 最近才follow我 多謝啊 之前看牛油果點 醬油吃的話 會像三文魚 我也好像看過 然後說 躲起來吃的話 真的跟三文魚是沒有分別的 可以試一下 我會換 買到一個新鍋的話 就會換 下次要拿出來洗好飯 又是懶人的做法 我會覺得 其實香港的腰人員真的很慘 因為 他們是站在最前線 但是 又得不到最好的資源 得不到最充足的資源 反而 可能有某部分人 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設施 但反而他們是整副武裝這樣 去出動 可樂出現 我一直放在瓶裡 直接用完 我才會沖第二節 但我想說 有時候我發覺 是我沒有訂閱的人 我會忽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在我訂閱list 而我有訂閱的人 他會忽然間 忽然間 離開了我的訂閱list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看MIRROR的影片 發現 有時候不用看字幕 也可以聽得到六七層的粵語 是嗎 牛油果大人出現 原來可以把粒核放在一起 就不會變合 沒有啊 我常常有洗澡洗頭的 好煩啊 Dropbox我是買了Business版本 所以它有2TB 之後要考DLC的朋友 加油啊 感謝大家 訂閱 所以難怪 我看到訂閱人多了 是不是因為我這樣說 大家 又發現自己沒有訂閱 所以訂閱 感謝大家 韓國人是不是也不會 煲所有水 都是買震頭水 是 大部分都是 要不然就買水機 不知道 我覺得有些語言 我覺得有些句子 只要用普通話來表達 才會 夠到位 例如是粗口的話 一定要說廣東話 才可以表達到心裡的憤怒 知道嗎 平時一個人的時候 會不會開聲 但家裡沒那麼靜 會 開電視 或者是聽歌 但是 因為這幾天拍片的時候 就不可以開那麼大聲 因為 音樂就一定有版權 然後電視聲的話 就 我覺得 有少少吵 其實現在全世界的疫情都這麼嚴重 我也知道很多人都會比較敏感 同時我也發現其實我的表達能力 不是說真的那麼好 因為 可能很多時候 我想表達的東西 聽的人 可能有第二個理解 所以 造成了一些誤會 都是的 在一個公眾平台說話 是需要小心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要去 反省一下自己的表達能力 嗯 韓國人的防疫意識 比起香港人的確是低很多 甚至乎 有些人是沒有的 包括我身邊有些朋友 就算到現在 他都不在乎 都是不戴口罩的 那些朋友 我暫時都沒有跟他見面 但是我真的沒有任何的意思 要去 否定香港人的努力 的確 我自己也有經歷過SARS 所以 我知道大家有多麼 防疫意識高 所以如果在這裡造成了大家的誤會的話 說聲 不好意思 抱歉抱歉 改變了這個沉重的心情 我要來沖 夜飲 已經放了一陣的低潔蟲 應該要等它 果肉再溶一點才吃 不過 現在我想沖一下夜飲 我想說我還有250ml 甜到剛剛好 通常試得給你奶 他們的份量都是三分之一的低潔瘡 然後三分二的牛奶 但是因為我沒有整杯都撞滿了 不是 因為剛才我做大力潔瘡的時候 我的糖都沒有那麼多的關係 所以才沒有那麼甜 但我覺得這個份量剛剛好 但我覺得可能剛剛試做大力潔瘡的朋友 可能會拿捏不到那個份量 所以這個要可能試多幾次才會成功 好 現在就要來非常專心的剪片 然後 剪完之後應該就會是 我希望六個小時之後 會搞定 怎樣 現在打算做risotto 其實純粹是把我所有的材料放進去煮 從來不想的 還是要用煮到 然後再用煮成煮的 然後再用煮到煮成煮的 就算煮到煮到煮成煮的 手上 揚一下 煮凍 煮瓶 我要用 煮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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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 放在冰箱里面 這個菜單其實就是因為 我有看Suprame Toru Atama Kangeri 他有一次就煮這個risotto給他的兒子吃 我看他都很簡單下了雞胸肉 一個絲巾汁和牛奶 然後這樣煮 所以我這個菜單完全是炒他的 雖然他買上去不像risotto 他的味道也不太像 下次可以下什麼再改進呢 因為吃risotto會有一種很膩 然後很creamy的感覺 而我現在這個是沒什麼 可能我要下牛油 然後再加一些cream才行 現在這裡純粹是一個 白汁的感覺 好吃的 但是不像risotto而已 我看到大部分人都要把菜打了 所以我攪碎了 攪成汁然後才再弄 所以他們會整碟都是青BB青綠色的 下次可以參考一下 吃光了 我想說原來我平時多數是一天兩餐 而不是三餐 所以昨天吃完risotto之後 已經吃不了其他東西 所以唯有等它給我們做餐的牛油 先煮一吃 1個 6個 8個 1個 2個 1個 2個 1個 2個 1個 接著,滴開,切成小麦粉 放入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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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鱸肉 放入鱸肉 放入鱸肉 我想說 用味煲到丁薯仔是快熟很多 早知道我就不煮了 就不煮好了 好煮熟 如果不煮熟 我們要不要煮熟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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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濃湯的菜單我是跟白中原學的 果然跟白中原一定沒有錯 超級好吃 但現在其實它的質地 比起濃湯來講 它更加像是 薯蓉的狀態 因為我牛奶不太夠 如果牛奶夠的話 我就可以加多一點牛奶 它就會變得稀一點 或者是薯仔的份量我應該減少一點 不過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做 所以下次的份量就可以拿捏好一點 白中原大大 它又說如果你想這個湯好吃一點 你可以加味證 所以我就加了韓國的味證 加少許就夠就可以把整個味帶出來 因為個人喜好 濃湯的話 我喜歡裡面是有些咬口 白中原是說 把薯仔和牛奶打均勻 然後再煮熱它 但我自己喜歡有些口感的東西 所以我就特地沒有攪拌它 我覺得三樣的食物來說 士多啤梨奶和這個湯都很值得試 大家最近有空的話 不分可以在家裡試一下 如果大家做了的話 記得在IG裡tack我 然後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好不好吃 好啦 那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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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